7月17日 香港特区立法会举行第六届立法会回顾工作会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在会上表示 特区政府共向本届立法会提交了90项法案 至今已经通过了73项 但立法会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 包括大楼遭到破坏 议员严重扰乱秩序 有议员被取消资格等 梁军燕表示 本届会议的时数较过去两届少 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今届例行会议没有举行的次数是历来最多 因为立法会大楼在去年遭到示威者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 以及今年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严峻 以及鉴于今年年度内务委员会至到5月 至传出主席 期间是没有代理主席 去分担我主持立法会会议的工作 梁军燕表示 本届立法会会期是从2016年10月1日 至2020年9月30日 截至7月16日 共举行了141次会议 会议总时数约1711小时 本届立法会会议秩序明显恶化 多名议员严重扰乱秩序 手段恶劣 反对派议员许志峰 陈志全和朱凯迪 曾经在立法会内泼洒恶臭物体阻碍会议进行 本届立法会里 议员根据议事规则谴责其他议员的议案 共有10项 也属历届最多 已有三项交付调查委员会并向立法会提交了报告 今届立法会议员因为行为极不检点而被令立即退席的 有97次 明显较上届75次为多 涉及25名议员 数目不单止比上一届7个多 也是历届最多 而有议员也都在两次会议里面在会议场地 撥洒恶臭不明物体 令会议是被逼暂停或者需要转换场地去继续会议 梁军燕还谈到 本届立法会有六位议员被法庭裁定宣示无效 被取消议员资格 此外还有两位议员被法庭裁定 并非在立法会补选中妥为选出 不再是议员 这些均是香港特区立法会成立以来 首次出现的情况